第1932集 喂 我是在很认真地说的 叶浩轩一文正经地说 龙伯 我可是你的手下呀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呀 本来这是你们跟龙族的争端 我感觉我莫名其妙地夹在你们中间了 现在我觉得我里外不是人 你本来就里外不是人 龙傲毫不客气地瞪了叶浩轩一眼 这件事情我还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自己慢慢地去想吧 别 你帮我出个主意呀 不然的话 以后我断了你的养生酒 你这个王八蛋 刚刚喝了我这么多酒 现在你要断供我的酒 龙傲大怒 他养生就要打叶浩轩 开开玩笑 你老婆会真的为了这点酒打我吧 那我真的是冤枉啊 我平时给你这里的特供 那可是比别的地方要多出很多呀 那算你小子还是有点良心呢 龙傲这才放下了手 随即他又叹了一口气 你的这个事情啊 他有点难办呢 我当然知道难办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找上你了 但是既然我找上你了 那你一定要帮我解决 你要解决不了的话 那我就更加不知道找谁好了 你以为这件事情是小事 上下嘴唇一碰这就解决了 龙傲忍不住的瞪了叶浩轩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牵扯着 大着呢 上面的人也在关注着呢 上面的人 这件事情算是江湖恩怨吧 他们上面的人 关注着干什么呢 你真的以为 上面的人看着龙林一家 独大心里不慌吗 龙傲瞥了叶浩轩一眼 说真的 虽然龙林一向是衣服滑下的 但是毕竟是龙族之后 形势作风多多少少 有点忤逆上面的感觉 以前呢 天公和他们相互的制约 倒也是平安无事 但是现在天公散了 只有特勤局在苦苦的撑着 这样就显得有些失衡了 再加上龙旗族 这个千年不出的老怪物 现在都出场了 你真的以为 上面的人 没有一点想法吗 没点想法呢 是不可能的 只是一时半会儿 还不知道怎么压制他们 所以 这件事情刚好 让上面的人眼前一亮 他们找到了机会 如果这次 我把龙旗族给弄死了 等于说是立了一个大功 我能这样理解吗 龙奥默不作声 叶浩轩的话 他直接来了一个默认 这倒是让叶浩轩的小心思 活动了起来 如果说立了一个大功 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虽然说他并不喜欢各种部门 但是有些时候行事做事 那还是要看上面人的脸色的 如果这一次立了一功 上面的人对他肯定会有印象 到时候这也算是一个筹码吧 但是 你小子要知道 这龙旗族可不是一般人啊 龙奥看着叶浩轩 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这家伙的小心思 又开始动了起来 这可是半龙之躯 是属于人先级别的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叶浩轩不住的点头 所以这件事情得容我回去好好地考虑考虑 小子 其实你清楚啊 这件事情不是你惹下来的 你没有必要真的去应战 李家那丫头这一次惹下来的麻烦不少 你确定你真的要替他扛吗 唉 龙奥叹了一口气 事情既然是我的女人惹下来的 那我当然要替他扛 但是话我先说好 如果说这件事情我办成了 不管是谁 以后不准再找他的麻烦 当然不会 而且这丫头也算是一个人才 我之前呢 也向他抛过橄榄枝 不过可惜的是他拒绝了 有时间你帮我劝劝 我帮你劝你是疯了吧你 他的性格就是注定属于那种 无拘无束的性格 要他帮你们做事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你也不要动这方面的心思了 我告诉你这不可能 他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 他也更不是普通人 行了行了滚吧 哎哟 话我已经说到这里了 剩下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吧 自己想办法 这一次 我是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支援的 什么事情不是我独立完成的 叶浩玄不屑地说 支援我 说的你好像支援过我似的 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以前的时候你做的事情 那一次不是我找人帮你擦干净的 不然的话你真的以为你能为所欲为吗 你真的以为上面的人会纵容你这样胡来 我胡来过吗 叶浩玄险 叶浩玄险入了深思 过了半天 他摇摇头道 抱歉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胡来过呢 行行行 滚吧滚吧 浪费我这么多好酒 提到这个 龙奥的心中 还是怨气满满的 他怒道 三天时间 你自己看着办吧 龙七祖那个家伙肯定是 要跟他做过一场的 但是到底怎么办 你自己想办法吧 办法也不是没有 只是我怕出手中了 那条小龙顶受不住啊 你真的有办法 龙奥一脸狐疑地看着叶浩玄 随即他冷笑道 吹牛还真不是这样吹的 那行 既然你说你有办法 那我就真的不插手 这件事情了 自己吹下的牛 自己想办法给冤上吧 我是不管你了 你自己看着办不 好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本来呢 我寻思是出手中了 怕你们这里死咬着不放 行 既然得到你这句话 那我就放心了 这听你的意思 你似乎是胸有成竹啊 你已经想到办法了 叶浩玄这么说 龙奥反而有些好奇了 这你就不用多管了 本来就是听你点意见的 我现在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 好吧 我就知道 你小子一肚子的坏水 这点小事情肯定难不倒你 龙奥微微地点点头 他站起来 你自己看着去办吧 事情不妨往大里搞 你这一次 要做的就是 挫挫龙林的锐气 保证完成任务 我保证事情过了之后 龙翔就像是死了亲爹一样 叶浩玄信实淡淡地说 好 有你这句话 那我就放心了 去吧 当叶浩玄弯弯绕绕地 从龙奥家里面走出来的时候 叶已经很深了 他有些无语 龙奥住的地方 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但是谁又知道 在这套看起来 有些稍旧的房子下面 居然隐藏着这么多的秘密 跟龙伯讨完了 陈若曦似乎是算准了 叶浩玄会出来一般 他早就在门口 等着叶浩玄了 其实也没谈什么 就是闲扯了几句 你在这里等得挺久了吧 你算准 我现在就会出来 等了有一会儿了 陈若曦顿了顿 怎么样 有没有商量出来 一个可行的方案来 我觉得龙奥祖 这次是认真的 他当然是认真的 龙麟从很久以前 就开始陌路了 尤其是这一次 龙麟的总部 让人给一锅端了 如果现在的龙麟 不拿出点实际的行动来 那以后随便一个人 都能在他的脑袋上 任意地践踏 没错 陈若曦微微地一点头 所以龙七祖 这一次势必要杀人立威 否则的话 以后所有的人 都将视龙麟为无 那他们还谈什么复兴 他们还谈什么尊严呢 龙不叫我来 就是闲扯了一会儿 也没有商量出来 一个什么实际的东西了 叶浩轩口笑了一声 他只是隐喻地告诉我 只要有机会 把龙七祖往死里走 听他这话的意思 我甚至怀疑他和龙七祖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呢 我看他的样子 不对呀 这里面不掺合任何私人恩怨 陈若曦微微地摇摇头 这纯粹就是特勤局 与龙麟之间的竞争 你也知道 龙麟之前一家独大 并不是上面的人 所想看到的 这我知道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 我这次又莫名其妙地 卷入了龙麟和特勤局之间的 争端里去了 没办法 这就是巧合 陈若曦也有些无奈地说 你的运气 也真的是太好了 和一个半龙之躯的人斗 真的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了 但是你要知道 龙麟祖的实力很强 他距离远古的大能 也只不过是一步制咬罢了 我知道 所以我还在想办法 好在这家伙也是有顾忌的 他生罢实力全开的情况下 会遭遇天洁 所以才有了这三天的时间 在这三天里面 他肯定会找一个地方 即使是他的实力全开 也不会引起天洁的注意 但是这家伙似乎是 过于小心了一点 我的实力 未必能逼得他实力全开 这种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小心翼翼的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怕死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让自己走到这一步的 是啊 稍微有点血型的 现在都已经消失在 历史的长河中了 剩下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徒 这也怪不得他们 是人都怕死 只要躲得过天洁 就有很长的寿命 日你纵游时间 这份诱惑 对于心智不间的人来说 恐怕都是难以拒绝得了的 是的 他们拒绝不了 只是他们那样 已经彻底的失去了 修行的意义 天道 更不会容他们 所以那些家伙 这些年来 一直在东躲西藏的 照藏身之处 他现在活得真的开心吗 至少 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人与人的想法 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吧 有些人 只要能活着 什么都好 他才不会在意自己的 终极目标是什么 龙七祖就是这样的人吗 应该是吧 不然的话 他早就在天洁中化为节灰了 比如真武家族的长者 没有一个人苟活于世 这是精神的问题 龙七祖注定成不了大气候 也难怪他们龙灵会越来越没落 他们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说了这么多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对付龙七祖 陈若琪看着夜号宣道 龙伯让我劝劝你 他说这次的事情比较复杂 如果你不想趟这一趟浑水 最好还是不要插手 如果你不插手 自然就会有人对付龙七祖 但是如果你出手了 那上面的人就乐得其成了 但我知道 如果你不出手的话 你就不是夜号宣了 你可是要保护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更何况 他为你付出的也挺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